2010年,河南郑州有一名最牛钉子户,面对88亿拆迁款毫不动心,88亿到底什么概念,面对如此大的金额,宅自主人能拒之闷外,这座房子究竟有何来头,到底又隐藏着什么秘密,在郑州高新区的一个名叫东石马村,住着信任的一户人家,这座房子坐落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,东里牡丹街,西边则是河南工业大学,南边是林花街,北边则是高速公路, 这样的地理位置深得开发商的青睐,虽说这座房子看起来非常老旧,却有非常幽远的历史渊源,任老先生的这座房子更是村里罕见的古建筑,被当地村民称为大门楼,任老先生拒绝拆迁,并非因个人私利,古宅自建造以来,人家的子子孙孙变住在这里,如果说这座宅自最为值钱的,并不是什么名贵古董,而是在门口匾额上写有服役国证四个大字, 这四个大字正是出自道光帝之首,早在道光年间,人家祖先曾为道光帝立下不少功劳,为了表彰人家的功绩,可以赐下这道牌匾给人家祖先,由此可见该房子建于清朝乾隆年间,这样算起来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, 末款处写着不证实私不证人德润,二门处写着望重甘城和黄文浩荡门隔身,根据清朝官员等级划分制度,可以推断出这座房子应属二品官员的府邸,根据历史记载,该宅子建于1775年到1838年才修建完成,花费了整整63年,历经了好几代人才把该宅子修建好,宅子青砖挥瓦,建筑还雕刻有各种栩栩如生的图腾, 看起来非常豪华,任老先生不想出手古宅的最大原因,不仅是古宅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,更为重要的便是那个牌匾,牌匾上的四个大字象征着家族的荣耀,如果宅子被拆掉了,能给后代留下什么,不仅宅子一无所有,连任老先生的精神寄托也将化为乌有,任老先生面对88亿拆迁款毫不动心,可随着河南郑州近几年经济的发展,为了提升整个城市的市容, 任老先生的宅子也被列入拆迁的范围,如果不拆的话,任老先生的宅子就会浪费这一大片土地,再加上土地规划已经审核下来,如果此时进行修改,往后再想投入建设中,必然需要经历更长的周期,不管是资金还是人力物力都必将成为问题,对整个郑州这一带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难以想象的阻碍,如果城市需要快速发展,古宅必然要为城市发展让路, 任老先生为了让自己的诉求能得到他人的支持,只好请专家前来评估古宅的价值 经过评估后,专家纷纷表示拆不得,古宅已经不属于普通民居的范畴,如果强行拆除,必然对中国的文物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,并且对古宅给出了相应的保护方案,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这样一来,任老先生就能名正言顺保护这座老宅,那些为了迎头小利之人如想拆除古宅,必然无功而返 2017年,当地已经将任老先生的古宅申请为郑州天祥博物馆,门票免费,给更加多想了解古宅之人提供参观物 很多网友听闻后,纷纷前来参观打卡,在这座古宅中你能感受到古人生活的环境,能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文化氛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城市,如果没有历史,那必然是可悲的 高楼大厦能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发展,但不足以承载一个国家的未来 没有历史的民族是非常可悲的,只有铭记历史,才能让祖国的新生代更加自信展望国家的未来 人只有坚持出行,才能方得始众 文物的保护需要每一个国人的自觉,更需要法律途径的保护 经济的发展并不能成为摧毁文物的借口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